再来这不可思议的事件 我们要先回到民国59年 地点就在屏东 为什么说很不可思议呢 在当时有好几位的客运问奖大哥 他们不约而头 都跟主管反应 说常常看到有一名 长相很清秀的少女 就站在路边拦车 而且每一次 他都跟问奖大哥说 他住在慈禁堡宫 但是每到目的地 他竟然就会凭空消失 这样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 不过当地人却说 这真的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因为司机看到的就是方仙姑 他是慈禁堡宫里头供奉的阴神 不过他不会害人 还会答谢帮助过他的人 真的这么悬吗 广仙姑在省禁堡宫里头 他时尚有跟他们同学说 说他忙着一个很风景很漂亮 好山好水的地方 那个地方就是台中 他一直想要去 一直想不去 所以他要不省得禁堡宫里头 就已经有那个幻境出来了 那个幻境 我一直告诉他 你一定要来这个地方 广仙姑来到这里的时候 他说真的这个地方有够好 我以后会能住在这里 不知道再有够好 这里是屏东的慈禁堡宫 在民国五十八年 这里发生了一起 让人哲哲称奇的乡野传奇 一位美和户砖的女学生方淳琳 因为前往屏东的大惊瀑布游玩 结果不慎掉落瀑布 我以后那些人来到地 其实也没什么注意 想注意想想的 我还要拿手机 那切一切的 打后两个人想想想想想 像小孩的流水 那看我搖到堆 那堆要买二三十公斤 总要四五十公斤 那下去结果 大家想把堡堡堡堡堡 就会 女学生掉落瀑布 这怎么得了 于是大家拼命寻找她的方中 结果大家在家里面 就找不到 找到多少钱 大家快找到 怎么起来看 到去外面 明明就要从这边来 安装过来的背景 对 原來女學生方淳麟 跌到瀑布的夾縫裡 牠包到櫃子裡 沒想到方淳麟的遺體 被背上來之後 完全不像已經去世的模樣 就在女學生方淳麟躺著的那塊石頭 像是被附著靈魂一般 石頭居然幾個月還不會乾涸 就在女學生方淳麟躺著的那塊石頭 像是被附著靈魂一般 石頭居然幾個月還不會乾涸 在蓋廟之前還有這麼一個故事 一位附近的地主因為所請的工人 不敢靠近那塊石頭 所幸將石頭踢落瀑布 哪里知道他的腳莫名其妙 就腫了起來 過了去趃就把我蓋的 再湊一湊就牽起了 就清潔了 那阿伯就竹上起來 竹上起來有爛褲子 在義生管他 義生要被他記住了 記住了 在義生來要讓他現劃 他沒給他記住 然後阿伯就想說 我敢趕到那學生的頁面 這個石頭 如果是我們那些 choice 讓他好 他要讓他送給 그녁 讓人好奇的是 是什麼樣的姻緣 讓方淳麟意外身亡 還成了人們口中的方仙姑 這位在雲林蓋起 另外一間方仙姑廟的周秀娟說 這是老天注定 而且屏東當地還有風水血脈 花了四季 他們如果有就說 他們怎麼會有些大小的狀況 這就是屏東這個龍蝦 外流這個蝦就是什麼 現在這個蝦這個龍 這隻好 這隻也好 女學生方淳麟身亡之後 成為廟裡頭的方仙姑 方仙姑開始流傳有關於她的故事 有三個學生 前往大清瀑布遊玩 因為好奇他們想要知道方仙姑 先世的地點 結果居然方仙姑顯化 警告他們回頭 然後那三種人也是好奇 麵吃這個 他就算 他就要讓他變成佛部的路 那時候我們有開了一條路 然後走 然後看著 站在那裡 這個城堡就在 那個塔麥邊 蓋在那裡 蓋在那裡 說我們這太嚴重了 你不要來了 而還有包括有好幾次 屏東客運的司機 在農曆七月 居然載到了已經過世的方仙姑 那時候我們聽到是師匠有在坐車 還有師匠有在跟司機 都問說我要出車 我要來那裡 我要下車來那裡 屏東客運的司機 有在這個屏東那裡 帶著一個女學生 要來到我們這個台東的地方 當然啦 我們這條是黃金路線 非常多人都要坐這條路 已經來到我們台東的時候 已經到八九點了 當然 都已經坐都已經沒有車 所以就說 就問說 你是住的地方 我就住去台東的什麼地方 我的地基什麼地方 我就說 唉唷 不過這個時候 這裡晚上還有人 他說 不然我帶你回來好了 只要跟我們家裡 在這裡就注定報宮 那個運將事機非常好 條件還有就是他開車 來讓他回來 到我們這間注定報宮 不過等他下車之後 就都沒看到人了 就在屏東蓋廟完成之際 這位在雲寧的周秀圈 當時年方35歲 因為聽聞方健庫有許多的事蹟 於是有一天 也來到了屏東持經保宮許願 沒想到回去之後 正當要找遊覽車再度答謝 參拜方健庫的時候 方健庫居然附身在他身上 所以我就是去拜 他就是陰政 不只要去拜他給我 結果我們拜一拜 在禮拜 整間辦公公公 我都說 三千 三千 站起來 那屏東蓋廟成功 就這樣周秀圈開始蓋地建廟 方健庫的信仰在他的手中發揚光大 不時有遊覽車前來稱拜 更有戲劇台前來拍攝方健庫的故事 廟的是戲中被模擬是方健庫 當作是枕頭的石頭 竟然意外成了零食 據說信徒來訪還僅僅吸住了信徒的手 據說還有一次 因為遊覽車車子太小 方健庫還化身一位中年婦女要求換車 這台遊覽車算是比較少的 先變成一個女兒去人家開的 跟換大台遊覽車 要來這裡 又換大台遊覽車 那屏東蓋來 他算是在旁邊要來 他說我們就沒有這台 他說我們開的 你們坐三、四十個 雍年的小姐去換車 說要換大台 他說沒有 問都沒有人去換車 結果來屏東蓋看到照片 他說阿姨 他說他啦 說他啦 他說他啦 他去換大台車 在東蓋那裡這是奔仙庫 這張奔仙庫 他們點點點 這張 他算說起來 他點點點 不知道 全省縱桃那麼多都要去換 他縱三百多次出去了 現前有的 我們在四年有孕婦的 三年前我在清廟 都在清暗時的 清了兩三點 天公也在清 你是人來 我就還要給你 都在唱八百年 我拿著 兩點也在清 洗一下怎麼 變紅了 我剩下的 清潔怎麼免得 送品變紅 天公來搬 他說十二 三十日 尾路路就要拿來這裡 那六杯 他這點降臨就好了 免得紅了你看 廟裡頭周秀娟所說的 方仙姑所顯化的神蹟 還不只有這些 我們做好了 發露起來 變光燕 這兩壇頂了 光燕坐著有 這四包頭 這阿姬人家在這裡 這兩位 兩頭怪 台灣大事 五堂半月期 各位好 我是俊相 我是雨昕 台灣大事長期以來 為大家搜羅全台灣的重案 還有那些難以理解 不可思議的奇人奇事 邀請你加入我們的Youtube會員 給我們最大的支持跟鼓勵 你在加入會員之後呢 你就可以得到一個專屬的徽章 就可以跟著我們來看全台灣 更多非常離奇的社會案件咯 台灣大事長期 您的家就是 給我們最值得鼓勵跟支持 阿 五堂半月期 趕快動手加入我們的會員吧 拜拜 拜拜 一般 三千塊 四千塊 五千塊 五千塊